夫妻间这件事做得越频繁,两个人的感情会越好 导读 夫妻间这件事做得越频繁,两个人的感情就会越好 两个人走进爱情的殿堂是不容易的 然而如果我们想要保持这段婚姻 我们需要彼此更多的理解和宽容 只要婚姻才能走得更远 相聚的同时增加一些婚姻的调味品 它会使爱情更甜、容易 一、有一个美好的早晨之吻 早上起床时,人们有一个懒散的状态 新的开始有时早上开放 有时想亲吻你爱的人 也是给对方一个早安稳 或早晨出门之前彼此一个稳或者一个拥抱 这是一个方法相互之间的感情 经常这样做的话 丈夫和妻子之间的感情将是更好 二、晚上睡在对方怀里 晚上当两个人相拥在一起时 才会有一种安全感 一种共同的表达爱和男人愿意抱着你 一种对你的爱的表达 丈夫和妻子之间 如果拥抱进入睡眠的数量更多的频繁 你们的关系将更加稳定 将会变得非常好 三、两个人正忙着做家务 像小编的同学 他娶了他的妻子没有多久 家里有钱 买的房子大 一个人打扫会很累 两个人同意每个周末在家清洁 那么谁也不会抱怨 因为干净 感情会越来越好 特别是当两个人一起做饭时 你发现两个人之间会发生很多有趣的事 所以夫妻一起做家务或做饭越多 你们的情感关系就会越好